我现在在武汉的这个转口这里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消息啊 说是这一个转口 它的这一个内部啊 已经可以开始通行了 已经过了这一个半个月了嘛 虽然他们不能出来 但是它的内部是可以正常工作了的 所以我今天就过来看看 我看到它这一个有不少人 从里面已经出来了啊 看见没有不少的这一个车 所有人都从里面出来了 这个就是它封闭的口子之一 哇 我感觉这个网上的消息是真的啊 是真的 看这边停满的车了 这有不少车准备正在排队准备进去 看见没 这里 排队进去 也有不少的这一个车在这里准备出来 看看这里面 原来的话这边都是 不能进出的嘛 你看现在 哇 这都是可以自由进出了 跟 比网上的这个消息还要真 还要 情况更好一点啊 我在网上看到的是 他们发一个什么 呃 转口区域内的这个通行证 就是你可以在这一个 不能出来 但是可以在这个内部的进行这一个通行 呃 工作 但是从现场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情况是 他好像已经这一个 可以这个自由进出了 看见没 这些车 看见没 这都是已经可以自由进出了 但是他的这一个港还没有测掉 看见没 还是设了这一个两个两个关卡在这里的 然后有这一个交警在这里看着 这边人民也是生活也开始恢复了 看来这都进去了 甚至有这种在这这里路口这里是堵车 我们再看看他这个里面吧 这个里面也是 比原来这个繁忙一些了 看见没 原来 过来看的时候 他这边里面的话就是没有车 就是偶尔有一两一两辆车在里面通行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车 我现在到了 另外一个路口了 看来这边是什么情况 这边还是完全封的 说明他没有这一个全部开放 哦 这边也可以走 这边也可以走 他有的开了有的没开 但是大部分还都是可以走的 这边的路口也都是可以这一个 自由进出的 可以看到这里面 这都是往外面走的都是出这一个转口区的 我不知道这个转口区现在算不算已经解封了 但是我尚未听到这个消息说这边已经解封了 但是看这个情况我感觉算解了一万吧 因为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行人还不是很多 车辆也不是特别多 虽然这个有不少的车从这里走 但是还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他这个应有的这一个状态吧 看 有很多车都是从远处开来的 然后这个周围非常的热闹 就是他的这一个旁边的这条道路上面 都是这个各种车从这边走过的声音 不停的在昏鸣这一个大卡车 看这外面这一条这个就是三环线 三环线上面也是非常的繁忙 三环线上面一直都是非常的繁忙 一直都是这么多车辆 原来看的时候这个以上环线为边界这一个 转口程序和这一个外面的这一个差别非常明显 就是里面是一片寂静 然后外面是非常的繁忙 但是现在看这个里面是恢复了一些的 说明武汉的这一个整个情况都在好转啊 毕竟这一个转口区都开始恢复了嘛 当时这一个转口这边是情况最严重的嘛 因为整个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但是可以看到转口区这边现在是有所恢复了 整个都是向着一个 比较好的方向在进行发展吧 但是离这个完全恢复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 短短半个月武汉就实现了零增长 而且转口区现在里面的人也可以出来了 能在短期做到这种成果 离不开武汉政府的骨折 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守护 以及全体市民的配合 其中最辛苦的还是要数这些 大热天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常看到网上有出他们热晕的消息 因此我也想在这里向这些基层工作人员 表示崇高的敬意以及真挚的感谢 感谢你们不持辛劳的守护 让武汉又恢复了昔日的安全与繁华 感谢这个 Taipei